小麦行情在最近几天也是迎来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了 我们河南的小麦价格呢可以说 几个别的地方也是迎来了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么今天已经是8月的17号了 那么今天的我们河南小麦收购价格到底涨了多少钱一斤呢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您呢 听完这个价格之后和你们当地来对比的话 是高了呢还是低了呢 大家好这里是三东雷哥 我相信很多农民家里边都团了很多的这个小麦 是吧我朋友们 目的就是想等着更高的一个价格来进出售 但是呢事与愿违 那是没有办法 很多地方的这个小麦呢 行情都是不怎么乐观的 只不过在最近两三天吧 我们河南极个别地方有所变动 像有的地方涨了有一里 有的地方涨了是有两里 像我们河南的南洋这块的也都涨了一里左右 河南的浦阳有的涨了是有两里左右 我们河南商修呢基本上还是保持原来的这个样子 一款一毛八左右的一个价格 一款一毛七左右的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呢真的是令很多农民是非常的头痛啊 你按说起来每年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小麦价格呢 应该是上升了一个趋势啊 虽然说涨幅不是很大吧 但是也有所变化啊 但是今年呢可以说是不同于往年 今年的价格你不要说上涨了 反而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虽然说涨幅吧也有一些 但是并不算得很大 但是据目前啊 据每年的这个行情来推测的情况下 小麦涨价的时间一般情况下 会在每年的年底啊 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 已经即将进入那一份了 那个时候的小麦价格会有所上涨的一个趋势 但是最底能够涨多少钱一斤 这个还真的是一个未知数 一个比方说在去年的时候 小麦价格涨到到一块三了 一个价格 还算可以 去年的腊月份啊 是不是朋友们 但是呢 今年能不能涨价到一块三一斤呢 这个谁也是不太清楚 谁也不知道 是吧朋友们 但愿吧 但愿这个价格能够猛模的往上涨 涨到一块三一块四呢 更好 能够让人民多收入了 是不是朋友们 这个小麦行情呢 可以说也是 稳稳当当的 涨也涨不大了去 跌吧 也不太 跌得很厉害 毕竟有国家的保护价一块一块八呢 是不是朋友们 作为视频家的朋友 您呢 听完我们河南商丘的这个 今天的收购价格之后呢 和你们当地的对比的话 是高了呢 还是低了呢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是不是感觉 有点不可思议了 是不是有点出乎意料了 都想这个小麦价格 层层层的往上大涨 但是 很难 太难了 有的人说到了 什么都涨 就是 这个这个小麦 农民的收入不涨 工资不涨 现在蔬菜价格也涨价了 蔬菜价格涨价 那这个小麦 为什么不涨价呢 很多农民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也都希望吧 也都希望 你的收入价格 现在涨到多多钱一斤啊 也都涨到十块钱一斤了 也都涨到十来块一斤了 比肉还要贵 同时 咱们农民朋友们 也是希望 这个 小麦价格 也要 层层往上涨 这样涨的话 对农民来说 真的是一个好事情 希望这个往上涨 作为视频前的朋友 说您呢 你们当地的价格是多少钱一斤的 有没有我们这本高冷啊 你觉得 今年到年底 能够涨得到多少钱一斤 如果你能够推得到的情况下 打到评论区吧 打后来 分享分享